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呢 一个是技术比较全面的选手 一个是打法凶逃能力的选手 所以这个撞到在一起的比赛应该很好看 双方现在乌马刚才连遇基辅之后 被肯文固境残暴 双方抱在一起进行精心的纠缠 场上裁判提示双方不要再做过多的纠缠 因为双方都有泰拳训练的背景 一旦进入这种残暴的这种距离 双方自然而然都会做一些残暴的动作 因为这个在我们自由国际比赛当中是受限制的 比如说联系的袭击 对好看呢现在还在进行的一些因为拉开距离做一些腿反的进攻 那呃乌马呢试图在步步紧逼做一些近身的一些打击 好 又拿到了一个固境的一个位置 双方近身之后一人一息啊 被查看这个开 走扫 看我们连续前手刺拳加后低扫 前手刺拳 洗击 看到这个Cam在在他的距离 拉开距离的时候会用前手刺拳连续进攻 然后合适的时候会加上腿法的这个扫屁 刚刚的一击这个拳拳之后接的高扫很危险 踢到了这个Cam的胸部啊 再往上一点就踢到头了 我们从肌肉线条来看这个黑人选手确实是非常凶悍 非常精壮 对的 看我们的手还是拿的比较开啊 防守拿的比较开 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下巴以及 两夹的这个防守啊就漏洞显得很大 是我们看这黑人选手的后背像翅膀型的这个肌肉 背阔肌很放大 就是我们他出拳的力量支援 给我们的后手的后腿的高扫 现在是乌玛的前腿中扫的时候Cam往前侧前方做了一个刺拳的一个动作 推倒了这个乌玛 并不是拳击倒所以我们才华没有读苗 但是这个我 垩并不是拳的吗? 我们正在这间脚的动作 我们再次行 往前侧 双方打起来 开始很精彩 第二局开始 上来之后 CAM就试图进行一个前腿的扫踢 一旦给五马机会 五马进去会没得快 但是进去之后 你要面临一个问题 CAM他会用态势的残暴 化解你进行 跟他进行阵地对攻 这么一种途面 所以你要想一些办法 在左眼距离不畏 然后近距离的时候 不要被CAM的那些 精神残暴进行干扰 每一次我们看五马的腿 替代这个CAM身上 都蹦蹦的响 力道很弱 但是泰国前手 是非常硬朗的 这也是平时跟他们刻苦的训练 有一定关系 CAM的前手 前手很关键 CAM的前手对着 乌马的干扰包括作用很大 CAM的前手对乌马的干扰作用很强 每一次前手乌马都会干扰乌马 打乌马进攻的节奏 好又是一个前手拳 连续四次利用前手刺拳击中乌马 打断乌马进攻的节奏 所以这个CAM对比赛的节奏 自己控制的非常好 双方现在进入残暴的环节裁判开 乌马 我觉得乌马的问题要打破现在CAM这种技术形式的这种这种局面的 就是要有一个办法 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想办法把CAM这个前手的进攻和干扰化解了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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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的对攻 看我们一个提起的一个假动作 让这个乌玛往后撤 连续的前手拳的干扰 我们自由搏击规则对总部的击打是限制的 看比赛等到现在 KAM的前手刺拳就打乱这个乌玛 看比赛等到现在 第三局比赛开始 他们依然是前手刺拳 然后手后腿的低扫 马一直在试图拉近距离 进阵地站的对攻 但是看我们的前手 以及克林区残暴的控制 让我马很难实施这种阵地站 远距中远距离也不行 近距离也不行 就软硬不吃是吧 对我觉得不怕是要抓住 因为你直接进 可能是受到干扰的 要抓住这个CAM的进攻的一个 回回回防的这么一个空档 拉进去就不要再给CAM机会了 好 袭击 再次进入近身的残暴的状态 看CAM左右手 手的对乌马进行干扰 乌马进行驱避 但一旦我的前手对你有效果的时候 你进行驱避防守的时候 马上进入物竞顶期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对于泰拳高手 他一旦孤注进步的话 是很难逃脱的 虽然乌马也有泰拳训练经历 双方他也有物竞残暴这种信念意识 但是毕竟CAM是占主动的 看一个后腿的一个正灯的甲动了虚晃 然后直接前腿的高手 应该是刮到了这个乌马的头部 对虽然没有打得到很险是吧 现在看场面的 这个CAM的场面的控制能力 控制的优势越发更显 打得越来越自如 但是CAM这个时候不能太掉以轻轻 因为乌马的杀上动作 杀上的太大 一旦有一拳或一腿命中的话 那对CAM应该也是伤害 对 双方再次进入残暴 看不在前内有一种小跑的感觉 明显就是非常放松 对表示自己差不多已经胜存在握了 胜存在握了 连续前手的虚晃 你看 现在还有20秒的时间 但是CAM已经表示 这个比赛我肯定已经稳稳拿下来了 但是还是要紧致一些 正当直接把乌马登出 要自于好心嘛葬 不 不 不 好 大 酱 很 稍微 め 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